以色列大提琴家利普金将在三月初首度访台 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举行一场无伴奏的大提琴独奏会 将演出经典的巴哈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第三号与第六号 以及三首二十世纪现代大提琴独奏曲 流畅 柔和的琴音 现年三十五岁的以色列大提琴家利普金 从六岁开始学琴 八岁就在广播电台公开演出 十八岁时因为杰出的音乐成就 利普金成为以色列少数可以免服兵役的青年 年轻的音乐家比如说他如果在获奖了之后 其实通常都会展开非常繁忙的一些演出的生涯 那可是利普金他自己本身 他在像2002年得到这个菲尔曼大赛的大奖之后 其实他自己告别了舞台大概三年的时间 战别舞台后的利普金 钻研音乐学及录音工程学 在这段期间对诠释曲目有了新的认识 他的巴哈其实速度上深层的慢的乐章的组曲 感觉会更深层更慢 可是快的部分其实是更快的 《纽约时报》将利普金 誉为同时拥有职业运动员般的肢体 以及充沛感情的心灵 三月初首度来台 利普金要为台湾的乐迷带来巴哈舞伴奏大提琴组曲 以及三首现代大提琴独奏曲 新唐人也在电视陈辉模台湾推报导